丹荣屋面对许多环境问题 那除了有闹得沸沸扬扬的三区房屋 填海计划以及非法渔民问题 也让这里的渔民生机受到影响 继而提出抗议 那今天呢 记者就随同这里的渔民一起出海 实地考察看看他们的苦况 在丹荣道光海域航行 短短一个小时 已经可以看到好几艘 再有疑似非法渔民的船只 当中多人非但不是本地人 也涉嫌违规 在填海拖网捕鱼 不但如此 当渔民船只试图开到附近 也就是新关载脚海域捕鱼时 随即遭到驱赶 渔民指控 那是填海计划发展商的巡逻队 其他渔民也申诉 希望每个月的收入可以达到四五千令吉 不过现在可能一千令吉也不到 收入周降高到百分之八十 现在差不多一天几十块罢了 又很少很少鱼 鱼的价很少 水又很肮脏 一个月多了两个月就要换一次网 差不多千多块 如果一个月没有赚三四千块了 国民团结党当然无雅周期候选人 以正柔促行政府 一定常与方案协助渔民 否则治标不治本 你不可能整天就是炒了之后 你去给他钱 炒了之后给他钱 其实是帮不到的 他们也生活不到 然后你要一个人整天 去跟你讨这种钱 我觉得那种的心态 那个人讨了两次也觉得 不好意思会去 一直要跟你炒这样子的东西 李正荣表示 政府必须加强执法 杜绝非法渔民抢索资源 特派记者张雨林 并且当容无雅报道